哈喽,欢迎回到思维咖啡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位非常有趣的人物 叫做Kevin Kelly 大家都叫他KK 今年已经69岁了 他是美国科技杂志连线的创办人和主编 而他本身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 出版了几本探讨未来科技的书 最出名的两本就是《失控》和《必然》 虽然是在十多年前写的书 但是内容却非常有潜瞻性 因此也被一些硅谷的创业家称为科技界的圣经 KK对很多领域都很有研究 像是自然环境,各种新科技,还有亚洲文化等等的 而他也是Long Lau Foundation的董事之一 这个机构其中的一个计划 就是研究如何恢复或者复活面临绝种或已经灭绝的物种 这包括了已经绝种了一万年的长毛蒙马像 Tim Ferriss也说到KK可能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人 而KK也有一个个人网站 在上面你可以找到他许多有趣的文章 而前阵子我就在他的网站中发现到两篇他在生的时候写的文章 他在这两篇文章中一共列出了167条生活建议送给年轻的朋友 都非常的实用 而我也整理了12条对我来说特别有启发的建议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那第一条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 最好的回应就是也许你是对的 然后尝试从他们的身上学习 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值得你去改进的地方 英文就有一个用语叫做agree to disagree 简单的翻译就是尊重彼此有不同意见的权利 你要明白到这个世界每个人的性格想法经历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有一个不可能每个人都会认同你的心理准备 而对于别人给你的建议也是一样 它们并不是法律 你可以把它们当作是帽子 如果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换另外一顶帽子的 没有东西是十全十美的 不要相信有一种万能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让自己保持一点弹性 你会活得更从容的 第二 每个人都是害羞的 他们都在等着你主动的去介绍自己 主动的发短信 或者是主动的约见面 所以大胆一点的行动吧 我以前就有一个毛病啊 就是很容易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的 每当我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或者是跟一些陌生人交谈的时候 整个人就会变得很紧张很不自然的 害怕会讲错话 对方会嘲笑我 或者是恶言相对等等不好的画面 但是后来我也发现到啊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友善的 很多时候你要做的 就只是主动的踏出那一步而已 像是早上回到公司 大方的先和同事打招呼 或者在茶水间跟打扫的阿姨说声早安 又或者是跟遇到的路人点头微笑等等的 KK也说到啊 如果你被别人拒绝了 不要往心里面放 假设他们和你一样啊 也会有腾不出时间的时候 或者是刚好遇到了一些事情需要处理而已 所以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再约一次看看 你会发现啊 第二次成功的几率会超乎你想象的 每天都练习这些小小的主动啊 会让你更愿意的跳出自己的舒适圈的 这也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好处的 那第三 懂得聆听是一种超能力 当你越有兴趣去了解别人啊 别人就会觉得你越有趣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你可以仔细的想一想啊 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是不一样的 每份工作 每个领域 每个兴趣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啊 都可能知道一些你几乎一无所知的东西的 可能是照顾孩子的心得啊 可能是投资理财的经验 可能是关于健康养生的知识 甚至是一些你想都没想过的东西啊 所以如果你愿意去挖掘的话 你是几乎可以从每一个人的身上学到东西的 当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啊 甚至不要强制讲话 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位记者啊 正在访问你的朋友 然后带着一份好奇心去问问他们日中的事情是什么 不要批评啊 认真的去消化他们讲的东西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提出一些深入的问题 鼓励他们多说一点 这种做法可以让你和对方有更深入的连接啊 而不只是那种只在表面上打打招呼 开开玩笑的交情而已 而且你从这个朋友身上学到的东西啊 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的 第四 每天写下一件让你觉得感恩的事情 KK说啊 这是一种最便宜的心理治疗的方法了 对于感恩啊 我常常会想到一句话的 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会有一千个愿望 但是生病的人就只有一个了 这句话总是可以提醒我上一次感冒时候的那种情况啊 整个人没有力气 发烧发冷 头昏脑脏的躺在床上的那种情况 当下真的什么都不想做啊 就只希望自己能够快点好起来 所以每次当我陷入了一些失望的情绪的时候啊 都会提醒一下自己啊 我的情况真的没有太差了 而一项来自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发现啊 那些每天都进行感恩练习的人啊 生活质量会变得更好 他们运动的次数会更多 对于未来的看法也会更加的乐观的 而这就让我想到了WhatsApp创办人Brian Acton的故事啊 他是一位软件工程师 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啊 他去印证Facebook的工作 想说可以加入大公司参与有趣的项目 但是却事与愿违啊 Facebook最后都拒绝了他 而被脸书拒绝之后 他在推特上面就大方地公开了自己失败的经验 他写道说啊 脸书拒绝了我 这是我可以和一些有趣的人联系的大好机会 期待生命中的下一场冒险 除了对这些经历表达感恩之外啊 他并没有表达任何负面的想法 而后来啊 他和另外一位朋友Jan Kohn 一起打造了大受欢迎的应用程式WhatsApp 并且在2014年的时候啊 被Facebook以190亿美元收购 有时候生命就是这么奇妙啊 当你以为碰到了不好的事情 最后却反而拐了个弯 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啊 第五 如果你跟别人借了一样东西 那你在归还它的时候啊 应该要确保这个东西的状态是完好的 甚至要更好 这也让我想到了查理芒格给他的孩子的建议啊 他说如果你借了别人的车 一定要记得加满油才还给人家 有时候就是这些小小的细节啊 会让你跟别人的关系变得更好的 第六 不要担心自己问的问题听起来会很蠢 因为在99%的情况之下 其他人也是跟你有同样的问题的 只不过他们不好意思问出口而已啊 我想这种情况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了 在课室里面不敢举手发问 或者是在开会的时候 明明有疑惑的地方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开口 这个时候啊 也许可以大胆地推自己一把 把困扰你的问题给说出来 而且根据经验啊 许多专业的人其实都是很喜欢别人发问的 也会很愿意更进一步地解释他们的想法的 如果被你问的人不耐烦 或者不想多做深入的解释的话 那很有可能啊 是他连自己都不懂是怎么回事啊 第七 所有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收获 无论是财富 健康 人际关系 或者是知识 其实都是来自于神奇的富力 你需要做的 就是持续地让自己每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 我想大家在这个频道已经听过了 无数次关于富力的效果了 每天小小的进步 当下看起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当你拉长到五到十年的时间来看的话 你当下每个坚持下来的付出和行动 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而原子习惯的作者 James Clear就生动地用数字说明了这个现象 他说如果你能够在某个领域 每天都想办法让自己进步一个percent的话 那么在一年后 你将会进步37倍 而相反的 如果你在一年里面每天都退步一个percent的话 那么你的能力就会下降到几乎为零了 每天的小胜利或者小失败 都会累积成巨大的结果的 虽然这个只是数学的计算 但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的 你可以去量化自己每天 每个星期 每个月的行动 比如说坚持每天阅读至少30分钟 每个星期坚持进行四天的慢跑 每天都安排一个小时来进行个人计划等等 确保自己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进度 庆祝每一次的胜利 甚至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用等到一年 只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你就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有很明显的改变了 第八 KK说 99%的成功都是来自于show up 这里的意思就是不要缺席 除了一些极端的事情 受伤或者生病的情况之外 你都一定要保证自己 按时的去完成那件已经安排好的事情 无论今天有没有灵感 都要逼自己坐下来写下1000个字 无论今天有没有心情 都要完成那30分钟的重训等等的 不要给自己缺席的借口 成功就是由这些一次一次的不缺席堆叠而成的 这里我也想到了Tim Ferriss节目中的一位嘉宾 叫做Jocker Willink 他是前美国海军的指挥官 他有一句作用名 就是自律等于自由 discipline equals freedom 说到自由 可能许多人都觉得是休闲松散的生活 想到什么才做什么 但实际上 这种生活方式往往会因为过多的选择困难 而导致生活的质量大打直扣 比如说你要决定今天要做什么 早餐要吃什么 午餐要吃什么 要穿什么衣服等等的 你的脑力和时间都会被这些芝麻小事给抢走的 相反的 如果你可以在生活中制定一些简单的计划 比如说提前计划好每个星期一三五的健身计划 那你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一天的活动了 这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成就感和自由感的 他也说到 如果你想要在生活中获得自由 无论是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 还是健康的自由 你就只能通过自律来实现这些目标 而他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在凌晨四点半起床 然后做一个小时的重训 而且还是风雨不改的 每一天都是这样 你也可以在Facebook或者IG上面找到他的账户 你会发现上面很多照片都是他的手表 而且显示的时间都是在凌晨四点半左右的 只能说Joco真的是一个硬汉 当然这里我也想强调的是 你没有必要强迫自己自律到一个极致 就像前面所说的 先做出一些小小的计划 量化自己的进度 然后确保自己不要缺席每一次的安排 就像KK说的 坏的事情通常会发生得很快 但是几乎所有美好的事情 都是得经过时间的酝酿才会慢慢发生的 所以请把眼光拉长一点来看 十年后的自己会感谢现在的你的 有时候生活的答案就是这么无聊 但却是最管用的 接着来到了第九个建议 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可以用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去过尽可能贫穷的日子 用尽可能少的物品 住在小小的房间 吃最便宜的食物 让自己去体验那种穷困潦倒的生活 在经过这些实验之后 那么在未来当你需要面对一些冒险的时候 你就会更有信心地去接受挑战了 因为对你来说 失败并不是世界末日 第十 不要太早专注在单一领域上面 你应该去接触大量有趣的知识 丰富你的人生经历 因为过早地认定自己未来20到30年 只能从事一个领域的工作的话 那很容易就会让你陷入固步自封的困境的 在今天 很多工作都是在20年前的人 可能根本想都没有想过的 比如说游戏玩家可以是一份工作 健身教练也可以是一份工作 所以同样的 未来也会出现更多我们想也没想过的机会的 所以请保持一点开放的心态 多去接触不一样的知识领域 不要太过于担心机会成本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那些跨领域的经验 反而会为你带来独一无二的竞争力的 十一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混蛋的话 请忽略它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总是会遇到一些混蛋的话 那你就应该要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了 我想这是受害子心态的一种表现 有些人总是认为自己的生活一直都遭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对待的 老板对自己不好 朋友对自己不友善 家人不了解自己等等的 这种心态会让一个人把所有不如意的事情都怪到别人的身上 却从来不会反省自己的 在《富力效应》的那本书中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那就是对自己的生活负习百分之百的责任 无论你正在面对什么困难都好 停止把错误推到别人的身上 扛起责任 主动的去思考你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 你会发现你总是有很多选择的 就像KK说的 成熟的基础就是当你真的意识到 即使事情不是你的错 那也不代表你没有责任的 第十二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定下一个截止日期 一个确定的日期可以帮助你剔除掉所有无关紧要的事情 同时也可以防止你掉入完美主义 Elon Musk也有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如果你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去清理你的房子的话 那结果你就会花一个月的时间来清理房子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规定自己要在三个小时里面打扫好房子的话 那你就非常有可能会在三个小时里面搞定好这项任务的 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试制一个合理的截止日期 它能够让我们感到紧迫感 然后集中精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你可以想象一下 比起一个十年后的目标期限 一个月后的目标期限 甚至是一个星期的目标期限 绝对会让你更有动力的开始行动的 而说到时间期限这个话题 在这里也想多说一点 要知道 在学习和工作上面 通常都已经有人为我们设计了截止日期的 比如说 每个学生都必须在学期结束之前 完成作业和考试的 又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 老板要求你在一个星期里面完成的报告等等的 这些期限都是很明确的 所以无论一个人再怎么拖延 再怎么偷懒 当他知道截止日期一天一天接近的时候 他终究还是会行动起来的 然而还有一种拖延的情况 往往很容易会被我们给忽略掉的 那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那些没有截止日期 但是却很重要的事情 像是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财务规划 创业 多陪伴家人 认真思考和另一半的关系等等的 仔细地去想一想 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期限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主动地做出计划的话 那他们很可能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等明天才去运动吧 等明年升职了才来做财务规划吧 等过了30岁之后才思考未来的生活吧等等的 然后终究有一天 你会发现到生命并不是无限长的 KK在他29岁的时候就曾经做过了一个实验 当时的他还没有结婚 他假设自己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 他会怎么去运用剩下的180天的时间呢 他非常的认真对待这个实验 原本他以为自己会去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的 像是去爬圣母峰啊 或者是到亚马逊森林里面冒险等等的 但是当他经过了生思熟虑之后 他反而想做一些普通的事情 于是他决定回到家乡陪父母 帮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一起聊聊天 和家人过一些洗漱平常的日子 然后在两个月后 他决定要到美国各个城市 去探望他的几个很少联络的兄弟姐妹 于是就买了一辆脚踏车 一路从旧金山骑到了纽约 横渡了几个城市 整个旅程下来 一共骑了八千多公里 在旅途中 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相聚 他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做这个实验 而是单纯地和他们见见面 聊聊彼此的生活 就这样 他把剩下的几个月的时间 和他们一个个的相聚 然后再度地回到家乡 陪伴他的父母 当时的他真的已经为自己的死亡 做好了准备了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没有一时遗憾 他说他在最后一天晚上的情形 他和父母吃了晚餐之后 就走进了房间 带着平静的心情睡到了床上 他已经准备好明天不会再醒过来了 故事的最后 当然他并没有死去 但他隔天醒来 他觉得自己再一次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对他来说 那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 就好像重新获得了额外的时间 可以好好的去运用 而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的声音是哽咽的 多少可以体会到他说的那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他对死亡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彩排 让他了解到活着 就是应该要尽量的减少自己的遗憾 因此他在自己的个人电脑上面装了一个倒数计时器 每天打开电脑 他就会看到自己生命还剩下多少天 KK也说到 即使现在他的健康状况还很好 但是尽管如此 他也只剩下大约5000多天而已了 相信一般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做法 就会觉得很奇怪 没事干嘛常常提醒自己的生命期限 但是盲目的生活 常常会让我们忘了自己的时间 是有限的这回事 当你具体的看到自己还有多少天能活 就会提醒你带有意思的度过每一天 而不是浑浑噩噩的浪费掉宝贵的时间 那以上就是我整理的12个生活建议 也希望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提醒或者是帮助 我也会把KK的网站连接放到警戒区 再次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的影片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